我很好奇 我问你一句 当时你跟你妈说你要留下来的时候 你有想到过今天吗 没有 你有想到过这个男人会变吗 没有 你有想到过今天会那么不开心吗 没有 对 问题就在这儿 没有思考 不止你没有思考 她也没有思考 就你们两个人做的所有的决定 所以我们要在一起 我们要留下来 无非就是当下我想要 推动的 而不是思考推动的 也就是你根本没有想过将来 你觉得她想过你们的将来吗 你觉得她考虑过 你们未来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吗 都没有嘛 既然如此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你凭什么说我把未来交给了她 你凭什么说 我把希望都寄托在她身上 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个将来 然后你说我把将来交给了她 事实其实很简单 你的未来不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存在 或者不在 而消失 你的未来是取决于你的抉择 你的选择 刚才赵川老师问你的时候 你就说不舍得 你不舍得是这段感情吗 你不舍得是你之前付出的时间吗 以前付出那些东西 一想到我跟你分手了 以前那些所有的事情我都损失掉了 特别讨厌这个 但是你再想想你的未来 你24岁 60年70年的未来 和跟她在一起那几年 哪个损失的更多 我倒是认为你 应该有一点骨气 有一点承担能力 因为到最后 你的将来 不是抓在她手里 也不是抓在你妈手里 更不是抓在我们手里 是你自己的选择 谢谢 小伙子知道 老师们为什么那么苦口婆心地 说这个姑娘吗 因为她多少有可怜之知 不许可怜之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